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時間7月1日 星期六 歡迎收看《財經熱點》 我是王曉祥 今天的主要內容是 美國通脹繼續走低 但消費出現停滯 蘋果市值迫近3兆美元 花旗唱好 中國製造業連續三個月萎縮 就業症在惡化 經濟太悲觀 離岸人民幣急跌失手7.28 攝取私人數據 OpenAI 遭到集體起訴 微軟也有份 維珍銀河太空商業飛行成功 開啟太空旅遊 國際油價不斷下跌 四年來首次連續季度下跌 印度誕生全球第四大銀行 客戶超過德國人口 我們來看詳細內容 今年美國經濟的強勁扭轉了市場對經濟衰退的預期 美股星期四再度收帳 星期五盤前 主要股資期貨上揚 上漲幅度在0.3%至0.5%之間 最近幾天強勁的經濟數據鞏固了對美聯儲將會繼續加息 以抑制通貨膨脹的預期 從而助長了債券的拋售 債券價格不斷下跌 10年期國債的收益率從星期四的3.853%上升到3.884% 住於3月初以來的最高水平 國際股票指數也在走高 歐洲市唐克六百指數上漲超過1% 石油和天然氣股領漲 中國的上海綜合指數上漲了0.6% 但日本的日經2.25指數下跌了0.1% 星期五早早8時半 美國商務部公布最新數據 美國5月PCE物價指數同比上漲3.8% 符合預期 低於4月份的4.4% 還比增長了0.1% 亦與預期持平 核心PCE物價指數同比上漲4.6% 低於預期及前值的4.7% 但消費者支出現停滯 美國5月個人收入環比上漲了0.4% 高於預期的0.3% 月個人消費支出上漲0.1% 低於市場預期的0.2% 來看今日美股開本指數 今早早三大股指漲跌不一 標普500指數本初漲0.59% 道指漲0.43% 納指漲0.95% 來看各股消息 蘋果股價攀升 市值值迫3兆美元大關 巴奇分析師Active Malek 給予蘋果買入評級 目標股價240美元 意味著還有30%的帳幅 Malek對於蘋果的商業戰略 和在新興市場的發展機會十分看好 說它是一家好像軟件公司一樣思考的硬件公司 並認為市場低估了其無利率持續增長的潛力 蘋果股價本前上漲0.8% 報191.1美元 運動鞋巨頭Nike在星期四下午 公佈了約於預期的收益後 今日本前股價下滑了近3% 報110.08美元 該公司表示將會繼續對商品進行打折 因為要清理庫存 艾斯摩爾盤前跌1.7% 報710.66美元 荷蘭星期五發布出口管制新規 最惡限制更多艾斯摩爾的晶片生產設備 運往中國 艾斯摩爾也公告說 目前所有浸墨式DUV出口 需要得到荷蘭政府認可 郵輪營運商嘉年華的股價在盤前上漲了3% 報17.68美元 在今年的今為止已經翻倍的情況下 有望擴大漲風 嘉年華在今年標普500指數當中表現第三好的股票 超過了包括Tesla在內的公司 電動汽車初創公司Nikola的股價 在盤前上漲了2.4% 此前該公司在一條推文中表示 它現在符合納斯達克關於維持1美元最低股價的要求 《華爾街日報》報導指中共國家統計局星期五公布 6月份官方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 從5月份的48.8%小幅升至49% 但未能夠越過50%這個榮敷分水嶺 這是連續第三個月該指數處於萎縮區間 同時非製造業也疲遠 兩者的新訂單雙雙下降 製造業和非製造業的就業人數也有所下降 表明令人擔憂的就業崗位短缺正在惡化 尤其對年輕人來說 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 6月份的從業人員分類指數 降至48.2% 為連續第四個月處於收縮狀態 突顯出勞動力市場持續面臨的壓力 5月份16至24歲人口調查失業率 達到創紀錄的20.8% 部分原因是製造業的工作崗位流失 報導說儘管當局採取了一些措施 包括對出口企業減稅 允許人民幣貶值 但來自海外的訂單形狀下降 6月官方製造業PMI當中的 新出口訂單分類指數繼續下降 跌至5個月低點46.4% 新訂單指數為48.6% 仍然處於萎縮區間 報導指出製造商將供應鏈多元化的這個趨勢 可能會削讓中國作為世界工廠的地位 海頭宏官說 除非很快推出具體的支持措施 否則最近的需求低迷 有可能陷入自我強化的惡性循環 儘管中共當局採取了維穩手段 但人民幣仍然繼續跌向7.3% 6月30日人民幣中間價佈7.2258對1美元 較上一日中間價下調50個基點 繼續創去年11月10日以來低位 人民幣兌美元在岸價收市佈7.262元兌1美元 下跌197個基點 拆新近8個月新低 歐洲交易時段 離岸人民幣兌美元跌破7.200關口 最低足及7.258水平 再度拆新7個月低點 交易員說美聯儲繼續加息 人民幣如果未有實際利好消息 將會難以擺脫弱勢 自5月以來由於擔心經濟放緩 和和美國的利差國大 人民幣一直面臨巨大的拋售壓力 Growth Investment Group首席經濟學家洪浩 星期四在一個網絡研討會上表示 人民幣疲遠反映了對經濟增長的 極度悲觀預期 不過他認為 除非發生不可預測的事情 否則他認為人民幣不會大幅下跌 在CheckGPT廣受關注後 其開發商OpenAI也成為焦點 不過這間公司現在正面臨集體起訴 指控該公司為了訓練其大型語言無形 攝取了大量個人數據 並要求賠償30億美元 據《自由財經》報導 這群匿名者的代理律師 向加州北區地方法院提起集體訴訟 指控OpenAI從網絡上攝取3,000億個致詞 書籍、文章、網站和貼文 包括未經同意獲得的個人信息 說該公司的專有人工智能個人數據 對付WebTest2是從社群網站Ready的貼文 及其連接的網站中找取的大量數據 違反了私隱法 原告說CheckGPT和OpenAI的其他產品 都是在未經許可之下獲取私人資料的 而微軟因為計劃向OpenAI投資130億美元 也被列入被告 不過專家認為 攝取是原告方的說法 很難將它的收集個人資料活動定為非法行為 太空旅遊公司維真銀河29日 成功將首批付費乘客送上太空邊緣 這項名為銀河01的太空商業飛行服務 維持90分鐘 在格林威治時間下午2時30分 從新墨西哥州美國太空港起飛 維真銀河採用一架母艦大型運輸機 從傳統跑道上起飛 到達一定高度後釋出火箭動力飛機 以近三馬赫的速度進入太空後 再滑牆返回地球 大約兩年前 英國億萬富翁布蘭森 在維真銀河首次人員滿載是非當中航向太空 開啟了利潤風口的太空旅遊新時代 但維真銀河接下來卻面臨挫敗 包括一度遭到美國聯邦航空總署FAA下令停飛 之後實驗室測試結果發現 維真銀河載具的某些材料未達到強度的要求 機隊必須升級 維真銀河5月試飛成功 在29日的商業飛行前 維真銀河共進行了5次試飛 根據彭博社報導 布蘭特原油恐怕出現30多年來的嚴重季度虧損 目前倫敦布蘭特原油期貨價格 在每桶74美元以上交易 恐怕連續第四季下跌 而WTI原油期貨交易價格就低於每桶70美元 也面臨2019年以來的首次連續季度下跌 市場面臨一系列阻力 從亞洲經濟復甦法力到各國央行大舉加息 再到俄羅斯強力的銷售 整個季度市場都面臨著諸多不利因素 油價後市看跌的氛圍籠罩整個市場 蓋過沙特減產以及下季需求強勁的樂觀情緒 彭博社報導 油價下半年的前景起休參半 有部分人士樂觀認為市場將會收緊 這樣將會支撐價格 但美聯儲未來可能會進一步加息 這樣將會拖累能源消費 以價格觀察 8月交割的WTI原油價格 本季下跌了近8% 波蘭特原油預計將會出現連續第四季度下跌 這是自1988年以來最長的連續下跌 在美國對中國開始制裁後 印度就不斷傳出好消息 不僅有很多企業投資印度 連印度的銀行也都表現優異 據《自由財經》報道 印度市值最大銀行 HDFC Bank有望同房貸機構 Housing Development Finance Corp. 在7月1日正式合併 合併後 印度將會誕生一個市值大約1720億美元的金融巨頭 它的市值將會排名全球第四位 僅次於摩根大通、中國工商銀行和美國銀行 摩根大通是HDFC Bank最大的投資者之一 據彭博社報導 新的HDFC Bank將會擁有大約1億2千萬客戶 客戶數大於德國總人口 分行數將會增加到8300多間 員工總數也超過17萬7千人 納格里集團金融服務研究主管加納帕希表示 在四年內翻倍成長 是全球銀行少有的規模 他認為HDFC Bank的成長率達到了18-20% 而且獲利成長能見度也非常高 該行還計劃在未來四年 讓分行機構數量成長一倍 HDFC Bank的表現也將兩家印度同行拋在身後 截至6月22日 印度國家銀行和ICICI銀行 市值分別為620億美元和790億美元 今日的報導就到此為止 節目的所有資訊內容不構成投資建議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留言、點讚、分享和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 請訂閱、 Rocketania和獲割 留言、按把他的照片 呼籲、按照片、 Bethany 詳細論資金、體驚靠、尊雞 楊大人、忘記不足